还记得那年夏季,村子里突然传来了一个喜讯,说是有一位大老板要来村里投资。 此消息已经传出,村民们瞬间欢欣鼓舞,村长更是直接带头,成立了一个迎接小组。 起初阿邦我俩还非常热情洋溢,可后来村长竟特么登门点名,让我俩别出家门。 碍于俩爹的脸面,我俩不情愿的点头答应了,但转天下午趁着俩爹不在家, 我俩就偷偷溜了出去,俺俩一路小跑来到了后山,充分享受着这个大自然的自由气息。 可就在这时,阿邦一眼就注意到了草丛里,埋伏了个陌生大爷,我们互相对视的一瞬间, 那大爷好像下了决心一般,颤巍巍地朝我们招手示意, 我还以为是村里谁家来的野爹掉坑里了,便好心地要上前搀扶。 可阿邦一把拉住了我,钢子不能扶,之前二旦他爹就扶了一个老头, 把家里的骡子和驴都扶进去了,闻听此言,我又扭头望了望那边, 汗如雨下的大爷一时间也有些犹豫不决,阿邦也是看出了我的心思, 交代了句在这等着,说完就窜出去了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 阿邦却迟迟未归,眼瞧那边的大爷就快不行了, 于是我心一横,跑上前就要帮忙,可特么刚一进前我才发现, 这根本就是拉野翔把腿蹲麻了,关键这人还用裤子擦着定, 还没等我说话,大爷顿时热泪盈眶地朝我点点头,表示感谢, 可就在这时,阿邦却带着人回来了,没一会周围就乌泱泱地站了一堆人, 西舅老爷听说村里来了个碰瓷的,还把家里的八手录像机都扛过来了, 大家围成一圈,紧盯着这位外来物种,那大爷脸都绿了, 身子不由自主地往草丛里挪了挪,结果一下又做回了自己的产物上, 旁边的一人以为是摔倒了,把手伸过去想要扶起来, 结果一把摸在了他的大钉上,一手粘不拉几的, 还一脸猛逼地收回手来秀了秀,结果当时就背过气去了, 众人一片哗然,这下才明白这人是来拉野翔的, 大妈们都捂上脸,男人们都不忍直视, 西舅老爷更是激动的手一抖,一个快门记录下了, 这一壮举的一刻,这要说最尴尬的还是那大爷, 两只脚愣是在地上,抠出了个一米多深的坑, 趁着大伙愣神的功夫,头套着裤子就开溜了, 在众目睽睽之下飞快地跑没影了, 据后来听说那天大老板没来,说是家里婆娘生了, 需要推迟几天,后来阿邦我俩在村口闲逛, 一辆汽车就停到了村口,很快就围拥过来一群人, 从车上下来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, 这一看就是那位大老板了,村长赶忙上前做自我介绍, 我俩几个人群,一眼就认出这是那天那个男人, 商量了一下,想借此套下近乎, 让老板把我两家也投资一下, 于是阿邦对着大老板热情地打招呼, 哎呀我弟妈,又来我们村,拉也降了吗? 大伙瞬间都猛住了,等反应过来,大家一下就更加热情了, 一个大妈跳出来拽着胳膊, 大兄弟走,去我家拉去,我家的毛坑坐北朝南, 老板一下吓得面色通红,颤抖着说, 我我我,我不是,你们认错人了,听到这话, 西舅老爷赶忙掏出了照片, 老板此时也尴尬的不知所措,汗水蹭蹭的往外冒, 最后被逼的扛着车子就跑了, 从那以后那个老板再也没有来过, 我们村也没再来过投资的人,